HELLO 鬼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电竞断剑 好 鱼顶众所周知 先知是一个非常靠谱的辅助角色 六鬼的话其实并不是非常强 毕竟要一直回头犀鸟 这个难度还是很高的 刚好鱼女过来了 先给你们展示一下 高熟练先知怎么玩的 听到鱼女收叉了 直接放板 然后果断转到下一个板去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熟悉地心 转点的时候一定要果断 别跑的时候再思考怎么走 这个板子一放 这个鱼女要么跟我博弈 要么直接踩掉 它踩掉了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转 这个板子可以先不用放 这个也不用 鱼女丢鱼叉 我们就要找一下鱼叉的位置 鱼叉呢 丢哪去了 哎呀 这边就被封住了 那就再转回去 看到没有 它哪有一点办法都没有 距离太近啊 不要第一时间放板 要预判对面的抽刀 心里不矣 我要这么快的话 也没事 吃一刀就当加速了嘛 我还有一只鸟 相当于就满血 翻窗加速进医院 收叉我就叫鸟 哎 你的帽怎么样呢 上耳朵 板子直接放 干什么 一看就知道你想闪现 来啊 有个人就经典重现 好 怂了啊 兄弟们 它怂了 连闪现都不敢的鱼女 就是谢啦 这一波应该可以转到外面的两板 忍不住了 没事啊 我们吃一波闪现也不如亏的 就是干扰到球服变机有点难受 不如来电一下大哥 呃 算了 坐椅子也问题不大 我手上还半只鸟 一会儿傭兵过来就还是稳稳当当 这傭兵怎么这么快就过来了 还被发现了 我还能坐喂 这 着实时有点着急了 博问题不大嘛 我只要带着博明拉远一点就可以了 帮忙放两个板子啊 兄弟们 喂 你们两个人没有一个愿意 帮我放个板子吗 完了 完了 这波我要带了 与你丢叉可还行 马上就有鸟了 好啊 卡摩拉卡摩拉 问题不大 虽然说英兵秒救了 但好歹是带走了遗产机 啊 你不会想把我挂回去吧 让你感受一下三层快乐的压迫感 嘿嘿 已不知遥 你的游戏结束了 玉女 还想挂遗产机 你怕不是奢质 鸟啦 球兜又重修了一台 那我繼續拉點 看到沒有這個板子剛剛就伏筆了 拉到角落去啊 收叉了 使手展現真正的走位了 欸我躲 欸我再躲 欸我再躲 好我自己都驚了兄弟們 他最可以了吧 欸欸欸欸 沒事沒事已經可以了 黑妹準備過來救 電擊應該也剩的不多了 這波還不妥妥四人開門戰 最後再電擊了 黑妹來了 欸你過來幫我擋一擋 欸這三個人為什麼都不幫我打得一下呢 啊 電擊有點嚇人啊 四人開門戰 魚女這把基本上已經沒了啊 你說你怎麼殺我 啊我馬上又有鳥了 欸板子一把 哪里 這傻你也敢叫啊 那沒事了 那這把應該是穩穩的三跑啊 黑妹跳了一波地轎 唉你說你沒事這先著幹嘛呢 溜啦溜啦 還會再見嗎觀眾朋友 再見的時候你要點贊關注 好不好 觀眾朋友 你要點贊 你要關注 好不好 點贊 關注 你以後可能刷不到我了 沒關係 你給別人點贊關注 觀眾朋友 觀眾朋友 沒有你我可怎麼活呀 朋友 觀眾朋友 不在家 我不是不在家 你也不在家 我不是不在家 你不在家